隨著洛杉磯院新冠病毒確診人數衝破4,000 洛杉磯今天新增3個自駕新冠檢測中心 新開的3個檢測中心分別位於波莫納、雷東多海灘和中旅谷 連同位於格倫代爾和蘭卡斯特的測試中心 目前院內一共有5個站點提供自駕新冠病毒測試 而洛杉磯院目前正計劃在北嶺、長灘和帕薩迪納 再增加3個測試中心 雖然測試中心增多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可以去檢測 按照規定測試中心只是服務位於居住在洛杉磯院的高危人群 當中包括了有新冠病毒症狀的65歲以上人士 有新冠病毒狀況同時又有慢性健康狀況的人士 以及曾經接觸過新冠病毒確診人士 目前正進行14天隔離 而且餘下的隔離時間超過7天的人士 而且這些測試中心不接受現場預約 即使符合測試條件的人 也需要到指定的網站註冊報名 截至4月2日 洛杉磯院已經測試了23,300人 確診機率為13% 天下維視編輯報導 我們正在看這次 如果是任何人請按照片